在假日的晚上不知道要去哪兒嗎 自5月11號開始 西螺政公所舉辦的西螺大橋音樂祭就開始囉 從現在開始到10月之間 每週五、週六 晚上7點半到9點半 民眾都能到西螺大橋欣賞音樂 在五月到十月 星期五到星期六晚上7點半到9點半 歡迎到所有好朋友 來到我們西里大橋的講座 來欣賞到我們的星空意願的精彩的表演 然後街頭藝人還有我們很多的一些舞蹈團體 還是說我們的樂器的表演 然後我們大橋廣場旁邊 還有一些就是好喝的咖啡 還有好吃的豆花 還有冰淇淋 還有車輪餅 西螺政公所表示 這活動其實在民國98年就已經開始舉辦 目的是希望讓鄉親在假日的夜晚 來到西螺大橋走走看看聽音樂 藉此減輕 學習工作的壓力 我們西螺大橋音樂祭因為西螺町 比較少有音樂屬性的藝文活動 所以在民國98年開始 西螺町公所就開始辦大橋音樂祭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不停辦兩年 在今年去年 西螺町公所開始復辦大橋音樂祭 然後去年復辦是用星空意願 開始開辦的第一年 就是疫情之後去年復辦 另外 鄭公所也提醒民眾 因為活動在戶外舉辦 所以有時會因為氣候因素延期 大家要來聽音樂之前 一定要先看鄭公所臉書上的消息 才不會白走一趟 但是今天說天氣比較不穩定的時候 在這裡要提醒到我們所有鄉親事團 要注意一下 因為不穩定影響到我們團體的表演 所以有可能的暫停 所以大家要來欣賞進行的 我們的公告在西螺町公所的 聯署網站 大家再去你看一下 如果有暫停的話 我們的西螺町公所的 聯署網站都有公告 歡迎鄉親在假日夜晚 來到西螺大橋看表演 放鬆心情 在工作日有滿滿的能量 記者協議村採訪報導